我们来关系我们的台积电 台积电这题 我们谈了好多好多次 你应该脑袋中有个大背景 如果没有的话 记得回看去补课 什么虾米 三奈米要去美国 不是说只有五奈米吗 就是一个美国抢亲的概念 台积电 美国抢亲台积电 内幕要曝光了 又是华尔街日报 最近引述所谓的知情人士 台积电打算未来几个月宣布 在凤凰城 目前就是之前讲 五奈米 还要再盖一个 这次是要做三奈米的制程 然后从五奈米 改具更优势的四奈米 五奈米要变成四奈米 然后还要再盖一个三奈米 台积电立刻有所回应 所以目前二期规划 还没有确定 但是鉴于客户 对新进制程的强劲需求 会从营运效率 还有成本经济 评估未来计划 哒哒哒哒哒哒 写了好多 但是没有证实 也没有否认 对不对 经济部说什么呢 向台积电了解 所以经济部不知道 要问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大多数的产能 还有先进制程 会在台湾 这个方向不会改变 经济部只说自己要说的 但他前面这句告诉大家 我不知道 我要去问一下 杨明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全球 在布局这个半导体 这个刚刚稍早的新闻 日本八个企业 八大企业成立第一家 日本的国营半导体 然后要在2027年量产2奈米 人家每个国家都是用国家队的模式 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没有错 可是现在看起来 简单讲 其实台积电的布局 你从他高雄的7奈米暂缓 包括像这个3奈米到美国 而且是把先进制程往国外布局 那桃园有一个什么 一奈米那个 那个到底是空包弹还是真的 那我们之后再说 因为他 你看目前 像这个日本 是一成立这家公司 你看包括 Toyota Sony 然后NTT 什么三菱 什么卵银等等 这些大 这些都是日本最大的公司 他们合作的用意是什么 未来半导体的供应链 他们要有自己的 那我们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 台积电碰到最大问题是什么 电嘛 2025以后 请问蔡政府能不能给他一个保证 2025以后我们不会缺电 我们的能源依赖不会有问题 我们的天然气占比不会高到 到时候因为两岸的这个情势危机 导致我们的港口被封锁 于是呢 我们这个天然气接受出问题 导致我们的电跟水都出问题 这就是最大的变数 台积电一直在台湾本地的这个布局 开始从为了给你政治利多 你政府给我很多资源 我还你一些高雄厂 我们去设一下 结果呢28奈米 造成7奈米延后 对 阳明讲到重点 但是王美花的角色 我还是要讲一下 拜托 如果华尔街日报讲的是真的 台积电3奈米要到美国 不得了 这么大这么大 天大地大 太大的事情 王美花居然说什么 经济部说要向台积电了解 这什么意思 就经济部不知道嘛 他不会知道啊 对 但是我觉得这太可怕 人家用国家队再出 但是我们这么大的讯息 他经济部完全不知道 对 现在可以看出来 美国是一步一步的 把台积电 拆解到美国去 而且他要的都是先进制程的 那本来我们就说 在亚利桑那那个厂 菲尼克斯那个厂 第一个厂 他有 他这个地 第一个厂 事实上只占他的六分之一 留的地非常的大 早就帮你留好了 留好了 所以你看现在3奈米 3.5奈米都过去 我想是一步一步的 而且速度快的超过我们预期 第一个厂还没盖好 第二个厂就宣布了 那现在我听说 我们相关的很多的相关厂商 都有压力了 我想提醒台积要往美花 你的职责是保住这些厂在台湾 不是让美国人予取予求 台湾的这个整个出口 事实上的话 我们这个电子业占40%左右 这个是我们这个经济的生命线 你就这样做事 让美国把我们的生命线 这样子瓦解 然后带到美国去的话 事实上对不起台湾人 那高雄为什么 7奈米厂要暂缓呢 那当然是我想这个 因为台积电去美国都是自己带钱去 你想一个晶圆厂 那个都是上百亿美金的 那这个上百亿上百亿美金 它当然是排挤到 它的这个资金的调度了 这是很必然的 而且它需要那么多厂干嘛 那它这边多 这边也在生产 那边也在生产 它没有市场的话 它不是自己打自己的 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吗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美国已经 这个已经叫图穷比见了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把台积电 它尽快移出台湾 那我这唯一跟纳闷就是说 王美华到底在干嘛 是啊 他是替美国人 他拿美国人薪水吗 是啊 对老师把这些事情当作 避重就轻 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严重性是把台湾的生命线 把我们的血 把我们的心脏 把我们这些东西都挖走了 那这些部分 你说是台积电愿意去吗 你听张中某讲 就非常清楚了 很清楚啊 白忙一场啊 你是让台积电去撞墙 然后呢 你还在这边 王美华在后面帮着台积电 帮着美国人 但现在是5奈米 4奈米 3奈米啊 都没有了 我觉得将来 将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王美华要对台湾要负责 还有蔡英文政府要负责 你要起码展现的 像韩国政府一样嘛 你要保护自己的产业嘛 你不能够就是说 人家强到到你家来 抢你最漂亮的女儿 把你家这边 这个地方最漂亮的女孩子 都抢走的时候 你还在这边帮这些 准备嫁妆 或者说 我们还要举行一个 很盛大的典礼 在美国不是吗 把自己卖了 还要举行一个大典 你就是把抢婚合法化嘛 你还要替他花 就是说涂脂抹粉 这种实在是 古今中外都很少见 这种的经济部长 真的 我觉得历史 会给他一个公道的评价 好 卓老师来看一下 对比强烈 三奈米都到美国去了 但是七奈米高雄留不住 台积电是我们的宝 但是我现在担心 民进党把台积电 当作高端在炒作 你看一会儿到高雄 七奈米 桃园一奈米 台中二奈米 台南三奈米 到处说 然后呢 其实就是给他的 绿营执政县市 主要是给他绿营执政县市 让他们有新闻可以炒作 但事实上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建成投产的情况多少 我们根本不晓得 当然亚利桑那州 其实给了很多的优惠 它也有一个半导体的聚落在那里 但主要还是来自于 美国强大的一个压力 希望台积电移到美国去 它的一个整体的思维 就是说 如果台湾跟大陆的 这个目前这种情况 最后两边发生战争 那么就会对 全世界的晶片工艺 主要是美国的晶片工艺 带来很大的风险 所以为了要避免 美国过度依赖台湾 所以只有让台湾的晶片 只有让世界的晶片生产 去台化 那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之下 亚利桑那州的新的台积电工厂 不会是最后一个 恐怕还会有更多 恐怕还会有更多 那这个其实 我现在担心就是 你民进党政府到底拿了多少实质的作为 去降低两岸关系的紧张 降低美国乃至于台积电大股东 对于台积电在台湾生产的风险 这个你应该是要拿出实质的办法 不只是说我今天鼓励你 然后实际上你的鼓励 只是把台积电当作高端在炒作 那个我觉得不会帮到台积电 真正最扎实的工作 是怎么样去让两岸关系和缓